第四第五椎突出 然后它有关节炎 身体还有一点点微微的胖 它不能够做前驱也不能做后弯 而且不能做很低的 也不能堆下去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些帮助 我没有办法用呼吸冥想 还有提示治疗 然后我会做一些辅助 再加一些中医的一些理疗手法 然后因为它是第一次来 我首先是从它的腿 开始给它做 做一个放松 先放松一下腿的下边 当把腿端平的时候呢 它腿的上面是收紧的 下面是收紧的 然后呢 再帮它轻轻的上下的摆动一下 并观察它的这个表情 看它的痛快的程度是怎样的 也要学问它 它这个病程有多久了 疼得很长时间了 然后 吓死我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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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肚子是手印,是调节脊柱的,因为它现在是腰间盘突出嘛,然后最简单的这个,又好记,它也好操作,没有难度,就是握拳,你很棒。 然后就放,放松就行吗?放松,放松。 然后就帮它做腿部的支出,大约做八公分左右,上下,上下,然后轻轻的左右左右,然后呢,把腿架起来,帮它做这个膝盖颈骨的这个,上下左右的滑动。 因为它现在是有关节炎,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,大概要给它做三五分钟左右,帮它增加它这个关节的伸滑度。 然后就是另一侧,整个腿上的大概有八公钟左右,然后因为这个腿八公钟,这个手印也做了八公钟。 然后再帮它做一下背部的。 然后再帮它做一下背部的。 背部的就是,还是做了,做姿。 然后现在这个手印可以慢慢地放松,把手慢慢地放松。 对,缓解一下。 然后把手在膝盖上,腿微微地打开,换平。 然后就是,老师教的那个小猫是轻轻的。 对,很轻轻的。 对,很轻轻的。 对。 然后也是在这个时候观察它的疼痛程度,看到底是怎样的。 能做到什么程度。 然后如果觉得它能够完成这个动作,没有问题。 在做一个轻微地扭转,尝试着把这个手放在椅子这个位置。 然后呼气时,头向这边拱背低头。 对,对。 然后停留一会儿,大概一分钟。 让它慢慢慢慢,逐渐地去找它自己的感觉和程度。 好,一分钟。 坐在一分钟以后再会感测一下。 然后坐完,那这个背部的就是简单的,我也知道它的程度了。 我就需要它躺在床上去帮它做一些中医的理疗。 嗯。 上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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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个它的腰椎的部分给它,就是稍微的垫高一点点。 这个有点不太,不太合适了。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 然后这边我们需要一个枕头。 假设啊。 这边这边然后。 真的? 这样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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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腰躺在这个位置。 调整到它舒适的唯一。 我说一说。 我说一说。 我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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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躺在这儿的时候呢。 我说。 再继续就是放松它的腿部。 因为它说关节也很严重。 不能蹲。 不能走。 疼得很严重。 我说。 疼得很严重。 我说。 这个老师。 她是一个开八十岁的一个老公医。 她就是专门做关节炎。 腰间疼突出。 还有骨气的。 所以我是跟她学了一些治疗手法。 技术。 我学了技术。 在这种情况。 它就是先整体的轻柔的。 去按摩放松。 目的是促进血液循环。 让组织都放松。 它好找到病灶。 这是大盖。 因为这个手法动作也挺多。 我只是讲一个大概。 放松完了以后呢。 再继续去寻找它这个病灶的位置疼痛点。 知道这个病灶在哪儿。 然后并随时的询问它。 当病灶的地方我们是能摸得出来。 它可能会有一个硬结或者有滑叶的感觉。 然后就问它。 比如说你找的一个点。 你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痛点。 或者是那个病灶。 是不是这儿很痛。 当你找到病灶以后也跟它确认了。 确实就是这个地方是病。 然后你就先把这个不动了。 这个病的地方先不能动。 只是去放松其他的部位。 周边的部位。 把这个痛点要留到你给它做三次理疗以后。 再去触碰这个痛点。 现在不能痛。 因为它很痛。 是正在身边的位置。 然后把它腿的这个问题找好了以后。 就是再让它握过来去找它腰的位置。 然后弯慢的侧身。 额头放到枕头上。 手自然放松。 然后背部也是跟腿膝盖是一样的道理。 先是整体的去放松。 它的背部。 就是相当于活血通经过。 这个病灶是能摸得出来的。 因为老师讲过就是很多病是从风那个元素引起的。 中医里边也是没有讲。 很多都是风寒。 然后有硬造的地方,它周围的肉比较硬。 然后它的腰椎。 第四椎、第五椎这个位置。 你能摸得出来突出的地方。 也是要在这个钉灶周围去放松。 然后大概也是三次以后再去治疗。 这个位置。 然后再加一些那个就是点穴。 然后再加一些那个就是点穴出通的一个。 做前期就是前三四就是给它放松通经络。 三次以后再去治疗这个位置。 点穴的话就相应的就是肩颈的位置。 去点肩颈的位置的穴位。 然后就是相应的这些穴位。 方和腿。 相应的中医的穴位。 三次以后呢就可以进行真正的去治疗了。 然后我们可以固定的部分。 下期老师讲过一个说疼痛不是因为骨头烫而是骨膜痛。 所以在真正第三次以后了啊。 其实三次是不做这个的。 三次以后然后还是给它做整体的放松按摩。 就是刚才我之前所有做的一切就成了。 然后最后加上一个治疗。 在治疗的时候就是你要竹节的去按它挤柱的位置。 而不是挤柱两侧也不是各种梳穴。 就是在挤柱上方。 你要找到它的骨膜位置。 然后因为你已经知道病造是在这儿。 你还是要就是从上往下的给它顺一下。 对一下。 然后在病造的这个位置。 去给它放过好了以后。 这个时候就需要理疗师。 就是运用自己的气。 就像我们在学呼吸。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气功一样。 你就可以用得上。 当你的手在病造的时候, 你可以准确无误的找到这个病造的时候。 他也知道这是一个痛点。 你也已经跟他确认过很多气了。 在这儿揉揉揉揉。 然后你就睡吸气。 吸气。 对。 然后你不是告诉他的。 这个吸气是你自己知道。 然后你在后气的时候。 就相当于是中医的气功。 现在就把它这个鼓膜在位置。 反正我的老师是讲究把那个病造给打碎了。 就像老师用意念说。 先去关那个大的红点。 然后把大的红点画点上很小的那种红点。 因为我的老师他是用他的意念和他的气功, 去把这个病造, 这样通过他的提气。 然后再鼓起, 打碎了。 反正他是那样跟我解释的。 然后呢, 我曾经给他的病人, 我见过很多临床。 我也去帮他做服务, 做个治疗。 我通过我的意念, 还有去通过这个按摩手法, 我确实也能感觉到。 就本来是一个大块的是硬的。 但是当你这样多次提起给他按, 不是, 但是你这个技巧你是要练很长时间的。 你不是说一下子, 你就能够就不给他做到。 这个是手上的感觉, 也就是说你的能量的强度。 如果你确实你的气功已经练到了, 如果你的能量已经很大了, 你才能去操作这个手, 都会给人当坏了。 那这是不是有一个经验所在。 对, 就是很多年的经验。 因为我的老师他干了太多几年了。 他现在已经78度了。 对, 然后找到这个病床, 确实是, 给他安碎了以后, 你能感觉到, 那个骨膜的地方。 嗯, 我的老师管那个叫骨刺, 或者叫增烧。 然后就把它给打碎了。 或者说, 彭除地, 他就给推回去了。 然后膝盖也是那样的道理。 然后如果他做了前三四是放松, 然后后两次就是你真正给他打碎了。 打碎了以后那个硬的东西, 或者彭除地, 不是已经推回去了吗? 之后的话, 接下来五次就是恢复治疗。 一般一个疗程是十次。 正后一个疗程是第一次败做的, 需要比较穷的 ASBOX。 require maximum users feel free to execute. 接下来一段信息子 然后成功的话签计一下נ fists, 所以 刘 batteri nighttime意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